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報院會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司法及法治主之質詢 首先我們請黃委員國昌質詢 尋答時間15分鐘 謝謝院長 麻煩有請賴院長 請賴院長 黃委員你好 院長好 司法法治主的總質詢 雖然只有我一個人登記 但是我相信 全體國人對於司法重視的程度 猶如賴院長 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是一樣的 我第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是 請問賴院長 您認為法務部部長邱泰山 就任以來到目前為止 他的表現及格嗎 他非常積極 也非常認真地在推動法務部的工作 所以您對於部長的表現是滿意的 基本上他表現算稱職 稱職 我必須要跟院長報告 這件事情我跟院長完全不一樣的評價 請指教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 我發現了邱部長 是對檢查事務 不熟悉 對自己主管的法令 不懂也亂扯 對於他法定的執掌 極盡推脫之能事 對於推動改革 非常的軟弱 我這樣的評價跟院長不一樣 我講的在國會殿堂裡面 公允不公允 我相信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的質詢 還有在社會上面 社會大眾 都會有心裡有一個刺 有一個清楚的評價 但是我現在要比較進入 具體的問題 我們就從人民最關心的 最關心的 在2016年年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 民生物資特別是菜價 標的非常的高 我們那個時候 行政院下令 法務部部長大動作宣誓 要抓菜蟲 這樣子的行動 把這些不肖的菜蟲抓出來 剝削我們消費者的 害群芝麻抓出來 我相信全體社會 都會給予高度的評價 但是這個行動 在各個高檢署 成立了所謂 平易物價 要去抓菜蟲的平台 我們的社會反應是什麼 這些媽媽們 在市場的媽媽們嗆 不要再唬人了 到大賣場去抓 查得到柴油鬼 院長您知道 我們那個2016年年底 大規模掃蕩抓菜蟲的行動 最後抓到了多少菜蟲 起訴了幾個人嗎 這部分我請邱部長跟你說明 好 報告委員 我想基本上對於菜蟲這個議題 他基本上 部長不好意思時間有限 請您回答問題 你2016年大規模的宣誓 成立要抓菜蟲 最後起訴了幾個人 沒有 那主要 修正刑法 修正刑法 就是要處理這個事情 結果呢 司法院告訴我說 依照這個法條定罪的 有判決的是林劍 我非常的詫異 回去請教我們的法務部 起訴 林劍 林劍 這樣子的表現 我相信部長有很多話要說 沒有關係 法務部用會後新聞稿 再跟社會大眾解釋 你們當初大規模宣誓要查菜蟲 到底是在作秀 還是在做事 最後起訴林劍 理由是什麼 抓到半個人都沒有 具體的原因 您在會後 慢慢的就跟社會大眾解釋 這是我質詢的時間 因為今天的問題非常的多 下一個問題 賴院長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對於司法人權的捍衛 我拜讀了院長 在過去立法院公報的紀錄 我非常的敬佩 院長那個時候說 檢察官爛訴 沒有可以監督制衡的系統 面對荒腔走板的起訴 視若無睹 沒有補救 院長還用醫生當作例子 醫生如果開錯刀 出了事情 接下來要面對很嚴重的法律責任 但是我們的法律人 我們的檢察官 濫權起訴了以後 侵害了人權以後 到底有什麼樣救濟的手段 來院長 對於目前法務部監督淘汰 不適任檢察官 他們的具體作為 請問院長 他們的表現您滿意嗎 是跟黃委員說明 當然法務部 他們目前有一套 這個系統 在淘汰不適任的檢察官 好 那請問 部長您知道嗎 從新政府上台以後 法務部依照職權 移送給評鑑或監察院 不要說淘汰完畢 因為最後淘汰完畢 要看職務法庭 我說法務部依照職權 移送給評鑑委員會 或監察院的總共有幾件 我們基本上前面有一件 就是檢察官他去 涉刑性交易的部分 對嘛那個是涉及到刑事犯罪了啦 你如果把檢察官的監督淘汰 標準壓低到說 這個檢察官要去性交易 要去仲介人家 每一件未成年少女 你才要處理的話 這個標準太低了吧 除了這件以外還有哪一件 之前也有涉及刑責的部分 那已經早就給你免職了 那我直接跟院長報告齁 這件事情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我就請教部部長 2014年當馬政府主政的時候 我們對於他全面平和 平和出來了司法院移送零件 法務部移送零件 我們是痛加批判 莫名其妙跟人民的法律感情 跟人民對司法改革的期待 差距太大了 但是我沒有想到 2017年 2017年 我們表現的數字 我跟院長報告 一樣是零件 司法院的部分 我一定跟司法院就責 法務部的部分 還是移送零件 還是移送零件 這樣的表現 院長你滿意嗎 這部分請邱部長來跟你說明 不好意思喔 我現在是請教院長 我如果要問部長的話 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這個問題我已經問過了 所有質詢的過程 我都上網了 所有的社會大眾 都可以去看 我那一天的質詢 問的問題有沒有過分 我現在請教的是院長 因為現在是院會總質詢嘛 是 黃偉遠我跟你說明 因為從你這個表格來看 他是有經過全面評和 那為什麼會是零 讓我實際上去了解之後 來再跟你說明好嗎 好 院長您答應了齁 您了解完了以後 跟我說明 說為什麼法務部會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按照職權移送的 如同邱部長剛剛所講的 就一個檢察官設計到性交易 他的數字齁 我老實跟院長報告 比司法院那邊的數字還要難看 比司法院那邊的數字還要難看 下一個問題 司法改革 可以灌水做業績嗎 我們的法務部 在行政院的施政報告裡面 寫得很漂亮 說要成立整個冤案 救援 針對已經確定判決 但是有冤案可能性的 要處理 這也是院長當初您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非常在意的事嘛 我們的法務部 提到司法法治委員會的專題報告說 抬高檢以受理巴案 我沒有篡改任何一個字 我那一天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請教我們的邱部長 你說以受理巴案是哪巴案 他說他不知道 他要事後跟我講 我也接受了 結果事後講的結果是什麼 因為 對於冤案的追蹤 我個人是非常的在意 我從來沒有聽過說哪巴案被處理了 結果呢 結果前面 有五件 當事人去申請 根本沒受理啊 沒有受理 早就駁回了 另外三件是監察委員移來的 三件裡面其中有兩件 早就判決無罪了 早就被平反了 結果我們的法務部 在跟我們的國會報告 在跟我們的人民報告 他司法改革所謂的成效的時候 是提出這一種 內容虛偽不實 內容虛偽不實 灌水的造假報告 院長 你認為這樣妥當嗎 是 這部分的話 我會請邱部長先跟你回答好嗎 不好意思齁 一樣的問題 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我已經問過邱部長 邱部長怎麼拗的 院長你也可以回去看 部長你可不可以承諾我 你可不可以承諾我 這一件事情 這一個灌水造假的報告 憑什麼法務部可以提到 堂堂的國會殿堂裡面來 院長你能不能夠承諾我 您會找人去了解以後 來跟我說明 這個黃委員是這樣 如果你剛剛報告的這個 這個資料裡面 既然法務部有建制這樣的一個平台 要為冤獄平反 那就應該要確實去做 不應該用監察院 沒有錯 所提起的 沒有錯 院長你的觀念我完全贊成 但是您所講的話 你下面的人所提出來的書面報告 跟實際的作為 差距非常的大 總質詢啊 之所以有意義 總質詢之所以有意義就是 我們把各部會監督的結果 跟院長報告 請院長 請院長 既然司法改革 您也非常的在意 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可以嗎 因為我沒有不知道法務部他們的說法 沒有關係啊 我可以同意 請院長事後 事後再說明可以嗎 根據黃委員的質詢 我認為法務部的確有改進之處 這部分 是不是只有改進之處 我們可能 未來我相信社會大眾都有一把指 上一次 我也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當場跟部長 提到了這個重大的冤案 叫蕭明月的案子 這個蕭明月的案子 我跟院長報告 其實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非常多的律師投入救援 在社會上已經引起 非常廣大的注目了 這個蕭明月 當初怎麼樣 被詐欺取貢的帶子 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也放給我們的部長看 結果我們的部長 當天給我的回答說 這個案子他不是很清楚 資訊不對等 所以他沒有辦法回答 好 現在這個案子 監察院 他們已經正式受理了 那我接下來就仔細的看 監察院跟法務部 兩者之間 怎麼樣合作 是不是真的有掃除 違法濫權的檢察官 就像院長 您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所痛恨的 要求行政部門改正的 對於這件事情 法務部可不可以承諾 一定就辦到底 絕不包庇 我想監察院一定 如果我們有違法事實 他一定會提出坦惡的 如果有 好了 對了 來 對於檢察官的違法濫權 搞了半天以後 害人家 整個家庭 整個個人的生活 犧牲了十年二十年 結果搞到最後沒有罪 針對這樣子的事情 院長 您贊不贊成 應該要修改 國家賠償法 第十三條的規定 讓人民 因為檢察官的濫權追訴 可以請求國家賠償 院長 您贊成嗎 這個我讓法務部 跟相關的部位去研究 這個問題其實沒有什麼好研究 因為這個問題已經研究了幾十年了 這個問題真的已經研究幾十年了 部長如果還記得的話 您當初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就提了這個修正案 我看了院長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要去修改國家賠償法 第十三條的案子 我看得非常的佩服 當初院長就義正延遲的指出來 因為檢察官的違法濫權 怎麼可以用國家賠償法十三條 特別的要件 讓我們的人民求償無門 這是不對的 這應該要改 這樣子的立場 院長 您改變了嗎 這個黃議員 當然我的立場是 是保護無辜的受害者 這個立場是沒有改變 所以您贊成國家賠償法修正嗎 但是我現在擔任是行政院長 所以考慮不太一樣了 不是不是 像今天的事情 還是要經過主管的部會 去做 有啊 我有看過你們法務部啊 你們法務部現在所完成的 國家賠償法草案 我也敗讀了啊 第十三條就是沒有要動嘛 就是要繼續保護那些 違法濫權的檢察官嘛 繼續要以有罪確定判決當作要件 國家才要付賠償責任嘛 這樣子的不改革 這樣子的不改革 跟當初院長當立法委員所提出來的法律提案 那個不是內容的差別耶 那個是完全背道而馳耶 相差十萬八千里耶 那個黃委員恐怕就是說 針對這個條文的修正啊 我們還是要讓這個由下而上 因為時間的關係齁 我一定尊重法務部啦 我近代法務部把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提到立法院來 我最後一個要跟院長講的是 今天齁 我們發表了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 我國對於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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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您知道嗎 2017年 有罪判決的定罪 創下歷史經濟 原來在去年 施政道道理院所揭示 要提高貪腐罪的定罪 完全背道而馳 這麼難堪的成績 這麼難堪的成績 出這種報告有必須嗎 好 謝謝黃委員 謝謝賴院長 楊委員要知質詢 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報應會司法及法治組之質詢與詢打完畢 請列席官員離席 並請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組列席官員進場 洰登公報 公報 可 해야 rebel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组列席官员进场 劳动部许部长 卫生福利部成部长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理署长 卫生环境保护署理事務局 Third 請各位行政院列席的官員,請就座 方言會,現在進行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組之質詢,首先我們請您委員靜宇,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麻煩院長 請大院長 林委員,你好 院長,請客 院長,我們在三月份,其實我們其實執政團隊一直在提就是說 對於毒品的介製,對於反毒的部分,我們國家做了非常多的宣誓 三月份的時候還有一個新聞講到,我們政委講說未來四年要斥資100億反毒 要成立毒房基金 院長,那毒房基金你怕要怎麼用 目前,因為全國都非常關注毒品犯罪的問題 所以行政院採取的包括修法,編列預算還有提出行動方案 那修法方面呢,我們就是包括組織犯罪 那這部分,立法院已經閃讀通過 另外一個就是修正毒品防治法,加重這個毒品犯罪的刑責 第二個呢,我們四年編列100億元,最主要是做,包括這個設備 就是我們檢驗毒品的各項設備,設施人員 那另外呢,我們也充實警方 必要在犯罪偵查方面的這個,一些經費的運用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行動方案 我們目前推動的是新世紀防毒專案 就是說我們不僅僅是抓吸毒者 而且我們要往上抓犯毒者、自毒者 還有這個運毒者,這些要頭我們要往上溯源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深入到社區去 這個包括大樓、管理委員會或是保全,我們都把它納入 那希望呢,就是一個全面性的工作 是,我想站在這個心理健康的立場 我比較歡樂的是說包含用藥者 以及說宣導,可能用藥者如何讓他不要用藥 那宣導,我們的資源裡面,不論是宣傳不要使用毒品 或者是說戒指的部分 這些部分在這幾年這段時間 其實可能可以看得到就是,開始有一些民間團體 有在做一些宣導活動 也有在學校也有跟一般他們的 甚至2016年小英之友會 我們在台中也辦了一個反毒的宣導 那你會看到這些團體 大概都有跟一些團體合作 你有聽過台灣無毒世界協會這個團體嗎? 沒有聽過 這委員有提示過 那這個團體其實他也跟政府單位合作過 在2016年1月份跟我們的海軍陸戰隊去做講師培訓 2016年6月他跟我們的內政部、外交部、教育部 都有做師資培育的保證班 部長,這一個團體它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反毒師資團體? 我們對這大概沒有訂定一定的這樣的一個評鑑的標準 那不過似乎在社會上有一些爭議 所以是隨人說就對了 他覺得他是 因為他在他的這個跟海軍陸戰隊上課的那一天 他宣稱說他們這個團體的領導人叫做羅恩赫伯特 他是美國的毒品防治專家 院長你知道他是誰嗎? 他是不是毒品防治專家? 這個人這我不認識 不認識齁 其實這個名字我相信一般我們政府在合作的時候也不會認識 他其實是三達基創辦人 那三達基創辦人他是不是在目前齁 因為部長也在 是不是目前我們在Evidence Base裡面 就是說精神醫學跟成癮醫學裡頭 他是不是專業的他的邏輯他的理論 是不是戒毒專業或者是宣導毒品的專業? 他應該不是 他在美國被列為一個邪教的觀察名單 在歐洲國家有一些被禁止的 是 所以為什麼我看到我們這個政府要有這麼多的資源來做毒品防治 我是很高興的 但是在香港今天要跟部長還有我們的院長就是說 接下來我們政府是要跟誰合作 因為我們再往下看 其實他有非常多的團體有非常多的協會 我們跳下一張好了 這些協會目前包括比較積極在跟我們合作 跟各個醫院、學校甚至政府單位合作反讀的 有公民人權協會、無獨世界基金會等等 可是他最後他們在他們自己的網站都寫說 音就是三達基的這個團體 那他們有做這個教育人士指南 在他的網站上就直接有 從各個版本給老師的、給教育人士的、給各個藥品防治的 不曉得院長你看到這樣子的團體這麼熱心 要幫台灣做反讀跟介治 他們做了這麼多的小冊子 你覺得是開心還是覺得憂心啊 看內容 看內容嗎 我讓你看一下內容 在他的小冊子裡面 他把抗憂鬱劑拿來跟毒品放在一起 然後呢 他指控說 有一些研究指出 這個抗憂鬱劑會造成病人的自殺 再來 他把精神科常用的藥 也跟他的毒品防治的這些手冊放在一起 上面也寫說 這個藥品會造成病人 造成使用者有自殺的意念 院長你自己也是醫生嘛 你對於這樣子的邏輯跟這樣的說法 你覺得認不認同 對 這恐怕在資訊的正確度上面 應該值得討論 這是我們一直很擔心的 就用部分的偽科學來包裝真實 來包裝他的宗教觀點 他另外一個組織他也在一些宣導裡面 他說他們認為精神科 他用宗教的觀點否定 有精神科這個專業啦 我想今天我們的新口師市長也在 大概非常了解他們一項的這個作為 甚至他們也宣稱他們有所謂的 自然診所跟心靈診所 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去看精神科醫師 你來接受我們的這一類的靈療等等 那他們也有一些活動 這個活動呢 跟你說這些精神科都是騙你的 那他跟你講真相 請你去找他們 包含之前在我們2016年的時候 甚至他們有很多的這個 陳勤寒來到我們的立法院 所以我們的很多委員 也跟著他們相信 說沒有ADHD這種病 院長跟部長 我們到底有沒有科學診斷 就是說全世界到底對於ADHD這個過動症 是不是一個有認證有科學背景的診斷 當然在WHO有適當的分類 而且清楚的實證的醫學做根據的一個疾病 所以這個我們很擔心是說 這些組織他現在積極的參與地方的所謂 反讀宣導 但是這個反讀宣導 其實他們做了一整包 整包的也有教材 這個東西我再舉一個例子給院長了解 其實我們政府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過去十年叫做教育部的性別平等教育法 那性別平等教育法 我們也是要求要教我們的小孩子 什麼叫做性別平等教育 這個時候一樣出現了熱心的社會團體 社會團體他在他的資料裡面說 他們準備了一整套的教材 一整個學期 每禮拜都有志工老師來幫你上課 他準備的教材是一整個學期 每個禮拜都有一堂課可以用 老師不用準備他幫你準備好 他們還宣稱說 他是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 但是你如果仔細看他的詩資 他的詩資的條件是 你要對他的宗教認同 那他們其實真的實際在授課的時候 因公義武尬性別平等教育 但是實際授課的時候 他們會規避同志議題 而且他們還會把已經發生過性行為的女生 說那個骯髒掉了 是一口被吃過的蘋果 這剛好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 院長 當然這樣的說法並不符合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國家有好的政策 但是有宗教團體 其實他就準備了一個人 他們想要論述的東西 包裝在他想要幫忙國家 做這些政策或教育宣導 可是其實他們真正的精神 事實上是違背我們這個部分的教育 當然我不是說宗教團體都不好 但是他多麼的有效呢 目前在性別平等教育的 這個教育現場的狀況 第一線的教師 那如果他們這個報導沒錯的話 全台四分之一的小學 都是他們在做第一線的性別平等教育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會煩惱我們接下來在處理的反讀 或者是我們的戒讀宣導裡面 到底政府我們有多少主委 還是我們要跟這些主委交 什麼樣的團體 來跟進入一起配合 不論是戒讀 反讀 或者是我們講的這個成癮 院長這邊有沒有要補充 這個林委員的指教 我們行政院分兩個方式來執行 第一個就是由包括衛生福利部或教育部 那針對你剛剛所提起的這些社團 他們所提供的這些資訊 到底符不符合專業 那另外一個我們也會通令 中央各級政府或是地方政府 那麼在跟社團合作的時候 那也要慎選社團 同時他們的教材 那我們也要經過專業的評估 才可以使用 是 我們真的非常擔心 就是說中國不是沒有 但是你中國把你教義的理念 包裝成好像是要幫忙協助 政府的政策推動 這個我們就有點擔心 它的專業度 院長 我們有一個東西 針對藥癮的部分叫做社區型藥癮治療 院長知道嗎 那你應該是 對 這個我多少了解一點 這個是2007年我們執政的時候做的 2007年執政的時候做 這個部分是目前認為 用社區型來戒毒效果最好 因為它其實讓它未來可以維持戒毒生活的比例 達到一半甚至到八成 它要是能夠在這樣的戒毒方式的話 這是一個很確定的專業介入 但是2007年到現在 我們台灣有多少社區型的藥癮治療單位 公立的是這一個 那其他還有幾個是民間的 公立的是草療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這一個家老山莊 那民間的也是這樣子的社區型藥癮治療 有心理師有專業的醫師精神科醫師在裡面的 還有多少 專業人員相對都跟公立來比較 都比較不足 但是我們也有持續在輔導 希望能夠讓它的治療跟回歸社會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其實院長 我今天質詢這個部分是真的要幫衛福部請命 也就是說我們一直都說 我們有非常多的資源在處理戒毒成癮 在處理毒品 但是真的紮實的 把每一個迷途的羔羊救回來 專業下去的 少得可以 我一直說 我們草療這個家老山莊 它是一直以來它都是唯一 十年來都唯一 還不是都進戶的時候沒做的 我們現在新政府 如果說我們在做戒毒成癮的部分 應該要有一個比較好的規劃 好歹不要只有草屯 北 南 東 應該至少都要有這樣的專業單位 跟委員報告大概戒毒這方面 新世代仿毒綱領裡面 我們大概新口市這邊編列大概有九億元 除了成立四個示範中心之外 社區性的治療也是我們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社區性的治療像我們剛剛提的這個例子 它也只有收容男性 所以女性的戒毒成癮的部分 都還沒有這樣社區型的一個戒毒成癮的單位 那我們其實去看政府在各個地方 我們都有跟宗教團體社福團體合辦 戒除淹毒酒飲的安置所 整理起來也真的看起來是在南投的話是才有聊 其他的部分都是宗教背景比較多 不是說宗教背景不好 但是我們的國家應該在毒飲 藥飲 酒飲的部分 要有專業的角度介入吧 市長這裡有要回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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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遠遠過去我們這個戒毒 在我的觀察裡面 常常把各級毒品的患者把它混為一起 這個效果就不好 如果說是一級毒品的話 其實現在我們也用美沙東 或是定基因非因這種替代性的療法 在台南的經驗是很不錯 因為它可以維持它的生活 也可以就業 那如果是屬於其他的 比如說三世紀毒品 它其實成癮性沒那麼高 它需要的是什麼 是社會處於 不要再回到原來的環境裡面去 還有價值觀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 新世紀的毒品防治專案裡面 在戒毒方面 我們特別把它分開 我相信這個效果應該會出來 對啊 院長講到一個詞叫患者 所以院長 那都是醫界出身 藥癮 毒癮 酒癮 他們是罪犯還是病人 目前越來越多的社會認為 它一旦成癮 那這個就是個患者 所以我們把它當患者 但這個把它認定它為患者 並不是說要把它去刑者 對 沒錯 我了解 很多人誤解了 以為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把它認為 它是患者 那你吸毒 犯毒 那你是不是就要出罪話 其實不是 這是兩回事 它是兩回事 它的犯罪行為還是犯罪行為 但是它的疾病的部分 因為我也知道 我覺得你們可以在說 如果大家可以說就是酒駕 可是國內對於酒飲的治療 或酒飲的輔導 現在有沒有哪些專業團隊在處理 你說那個酒飲 對呀 酒飲的方面 要看它的情況 有時候也必須需要醫療的幫忙 對 醫療的救助 所以喔 這個部分喔 我是很樂見我們的國家 對於這一類的部分 都要跟我們毒癮 或者毒品有预算出来 但是我一定要真的在这边 也要麻烦院长 麻烦我们的部长 这里我们的专业赔力 专业团体的赔力 还有凝聚我们专业人士的部分 主管要下去 那不然我是很担心说 这个很好的利益良善的 我们在做戒毒成瘾的部分 没有考虑进去了 所以预算跟计划 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精神科 成瘾专科 这一些专业的人士 都导入我们的戒毒成瘾的 这些专案里面 其实民间的社团多数是很好 政府还是需要跟他们 好 谢谢林委员 谢谢賴院长 李委员昆泽之质询 以书面提出 请行政院书面答复 并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下一位我们请 赖委员世保质询 时间十五分钟 谢谢主席 那么书院长 各位先进 请一下赖院长 请赖院长 赖院长 内委你好 院长你好 这个内阁是不是要进行第二波的改组 因为看到今天有媒体的报导 说这个 教育部长 盘文年要被换掉 盘文中要被换掉 其实我更关心另外一个题目 我觉得民进党要不要提名选台北市长 在问整班 很多的民进党都认为说他应该提 全民执政的政党怎么可以不提呢 对不对 最适合的人选就在这里 你看 都贏了克文哲 这东西 你要不要回应一下 是不是要选市长 或者内阁改组 这两个二者一来回答一下 是感谢赖院的关心 台北市市长 民进党要不要提名 这属于党务的工作 我可能不方便表示意见 你是民进党指派的行政院长 怎么不方便值 我是总统任命 不是民进党 我是台湾拥有最高民意基础的总统 所任命的行政院长 并不是有党部指派 那第二个是行政院的内阁 到底要不要改组 目前是没有这个计划 媒体坑得很大 说潘文忠要确定要左轮 有没有这回事 这不我没有这方面的讯息 那你没有考虑到 目前因为整个在立法院的会议中间 所以目前倒没有内阁改组的计划 所以在院会结束以前 就是在五月底以前不会换人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内阁目前没有改组的计划 邀院长告诉你 是 我们政党的角度 是 我们希望盘文中 大一月九月好 一直靠我们 环昌就要左板 方向左板 一校国际 一校大方一校国际 一个台大校长 可以让他选拳这么久 这个教育部长 因为自己没当过教授 不了解大学的生态 以为卡住这里 然后旁边司法将来 什么科技部长也要来拱 如拱民进党如唱 这是站在政党角度 但是站在国家角度 我希望你赶快把它换掉 真的 按照为了这个国家好 让人家知道过去批评 我们所有的国立大学 只剩一所大学 什么台大政大 成大都没了 叫做国立教育大学 剩一栋 剩一个大学 其他都没有了 因为全部都是教育部 他直接指派就好了 这里面开民主倒车 严重的破坏 迫害 残害 校园民主 就是盘文中 这从国家的角度 所以我说从政党的角度 选取的角度 欢迎盘文中继续流论 但是按照我现在代表中华民国 整个国家 台湾这个地方的国会议员 我看到这样的官员 我替国家难过 也替你难过 说这样的部长你居然换不掉 我说可憐了 是 感谢赖委员的关心 并不是我帮盘文中部长讲话 那这次台大校长的临选 并不是我认为 他会来 就是会来 特别的 一顿 那我帮助 我去做 离选 还有 那支持 除了 他会来 瞒 然后 说 要 配合媒體特地媒體在旁邊在丟泥巴丟大便 這個沒關係啦 繼續留著沒關係 歡迎繼續留著 我們再看喔 這個台灣跟梵蒂岡啊 這樣差不多跟我們斷交了 最困難的大陸跟梵蒂岡 主教任命的協議最快明天簽譯 這個基本上就是他們要建交了 這個東西當然我們很難過了 我們希望能夠台灣中華民國 能夠維持越多邦交國越好 這個如果拿掉以後 二十個邦交國剩十九個 破二十喔 再來 田主教雖然皇帝綱 人沒有很多 可是他是歐洲唯一跟我們有邦交國的 這第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西方國家很多是宗教立國 第二個 這個天主教的這個教宗 這個梵蒂岡對於中南美洲的影響力非常大 當這個地方滑掉的話 會影響到我們中南美洲的一些邦交國 這一部分你怎麼看 是 一如賴委員所言 我們當然要盡力的去穩住我們的邦交國 是 這對台灣來講是正面的 那目前中國跟范蒂岡已經達成主教的任命的協議 某種程度就是建交的前夕了 不過范蒂岡也發出聲明 這跟建交還是不一樣 不過政府一定會盡全力維持跟范蒂岡的邦交關係 可以不可以公開呼籲說 你們兩個阿樂好沒有關係 不要跟台灣斷交 我們還是維持跟范蒂岡的建交 台灣跟中國大陸建交讓它一起 這樣可以嗎 台灣的立場還是希望范蒂岡維持跟台灣的邦交關係 他跟中國大陸建交呢 目前 他如果跟他建交呢 目前雙 目前的雙重承認 等於是我們的邦交國跟另外一個邦交國 跟中國建交 這恐怕還不是目前政府的政策 要不要開始爭取 從梵蒂岡開始 從梵蒂岡開始追求雙重承認 另外以過去中國的經驗 通常跟我們的邦交國挖走建交之後 他會要求我們的邦交國跟台灣斷交 與你估算 我相信你這個有資訊 最快他們什麼時候會建交 這個 這個很難在這邊講清楚 因為 中國跟范蒂岡兩國之間的關係 我跟另外一個國靈關係的題目 雖然政治可是也不是政治 WHA 是不是確定今年沒有希望了 到現在為止沒有收到邀請函 到目前為止的確還沒有收到邀請函 但是 我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機會 院長 院長 台旅法 再怎麼偉大 再怎麼令人興奮 那個都是浮面的 那個是心理療癒 我們要實質的 第一個 美國可不可以幫助我們穩住梵蒂岡 第二個 美國幫助我們 這個 這次WHA的門票拿得到 我們看到 黃之漢來這裡 這個 也沒有跟我們幫忙啊 日本跟他說 對我們外戰都外戰 我們抱日本大腿 抱得這麼兇悍 結果他也是 然後 發表一個不動不揚的 一個推一個東西 絕對沒有 那個東西 結果到現在為止 看起來 也是不樂觀 跟大委員說明 其實美國一直都支持台灣 有意義的參與 世界衛生組織的活動 這個是他們 不管是國衛 或政府一貫的立場 去年我們都沒有去成 第二個這個事情 其實 就是說中國在封鎖台灣的外交空間 跟有沒有通過台立法 沒有關係 這是中國一貫的國策 他們就是要併蹲台灣 那我也希望就是國人 在看待 台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不要 凡事都歸著於台灣 應該中國也要負責任的地方 最近有一個人很紅 叫金小胖 金小胖 他跟習近平 跟川普 特別是跟美國總統川普 差一點打起來了 兩個要撕射火箭 他現在已經跟習近平見面了 跟川普要見面了 跟他的對手國 他的敵人 文在寅 韓國總統又見面 跟日本的首相見面 想一想金小胖 看看民進黨的政府 為什麼不能這樣子呢 我們實力不比他差啊 為什麼他可以玩得這麼漂亮 我們在這裡就是只有一條路 特別是賴元長 你從上台之後 我很仔細的觀察你 你在民生議題 自己有看法 有板有眼 可是在國防外交 這一部分啊 他說沒辦法只有一步 強烈批評中國大陸 這樣而已 只有一步而已 就是抵住中國大陸 然後怎麼樣 結果我們的官員就選你喔 只要他上來 南軍的立委不敢講的對不對 Talk back Talk back Talk back 但是我講的也是事實嗎 就是議院長開始叫部長 我就兩岸的發言也是事實嗎 中國要統一台灣 這是不爭的事實 非但對準台灣 這個也是事實啊 中華民國的立法院殿堂裡面 講要一直強調 你是台獨呢 我的確是台獨工作者啊 你何必這樣刺激呢 我本來就主張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啊 大家知道你不需要在這裡刺激 結果你只有一條路嘛 刺激中國大陸 我沒有刺激他 金雄邦一方面刺激 其實 賴委員 我某種程度也是說給你知道 左邊會刺激 右邊會拉攏啊 你拉攏這一套你不會啊 並敦台灣 是中國一向的國策 一樣啊 韓國一向 韓國那邊 如果過去大家 以為我們跟中國交往 可以改變中國的政策 現在習近平已經稱帝了 在東海南海擴軍 國際社會 已經漸漸看清楚這一點 我希望我們大家也能夠了解這一點 然後台灣可以團結一致 面對中國的各項挑戰 不要忘了 人家金小胖怎麼對的 火箭差一點要發射啦 他可以拉回來 今天跟習近平見面 過了一天跟川普見面 他多有彈性 他多有彈性啦 習近平沒有要求金正恩 要承認北韓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沒有 要國民黨過去八年 八年的一個 你們大概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你們根本沒有共識啊 哪裡有共識 請問你現在是什麼國家的行政院長 就是中華民國啊 那不是嗎 你就是中華民國的一個行政院長 為什麼不能講一通告表呢 憲法就這樣定了 否則你修憲呢 事實不是這樣子嘛 你去修憲啊 你們推動修憲啊 現在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的主權範圍就是台銅金馬嘛 台灣名字叫中華民國吧 如果按照你的講法 我們就是台銅金馬嘛 台灣是地名 中華民國是國民 這個東西講得很清楚嘛 是不是 台灣是地名 我說 如果你這麼不屑 我沒有不屑啊 你說中華民國 你不應該當行政院長 你去選台北市長 對 感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 是不是 沒有 院長 我要叫你說你可以稍微拖一點來想一想 不是說藍軍問你 你一定要說talk back talk back talk back 問人家看人家 這個國家就 你們是要治理整個台灣的 不是只有治理民進黨人的 所以你這樣子一直把藍軍 跟你距離越來越遠 那位 中國 飛彈 鋪置飛彈對準我們 在外交上面封鎖我們 他到底有什麼 有什麼理由可以這樣對我們 請問你 北韓的飛彈有沒有對準美國 也有喔 他明天可以見面喔 對不對 韓國的飛彈也有對準這個北韓喔 你意思是說 你意思是說 中國飛彈對我們沒有關係 你可以談 我一直不能談 金小胖可以談 你不能談 我們要跟他談啊 你談啊 你嘴巴在講 你怎麼談 但是他有設前提嘛 沒關係啦 他要求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才願意跟台灣談判嘛 這顯然沒有道理嘛 我們少一點刺激對方嘛 對不對 今天他這樣不是我們刺激他嘛 這很清楚嘛 最少你在行政院長任內 所以不需要一開始講 我是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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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不知道你是台獨啊 誰不知道 所以委員就不用問我啊 你不用問我 我當然要講啊 不需要講啊 知無不言言無不信 不是 你是行政院長 你就要以台灣的 兩千三百萬的安危為你最高考量 不是個人發售 賭上台灣獨立的人 大有人在啦 我們看看金小胖 想一想賴清德 沒辦法 人家金小胖 要跟人家學習啦 我們在看一個東西喔 請問你喔 是 請問你喔 我們現在 正在推動一個反核實 反空污 假如這兩個公投通過了 你是不是生號電台可以關掉 絕對禁止日本核災視頻進來 但是要看看你們那個內容啊 因為我還不知道你們 你們公讀的內容啊 對不對 我現在沒有時間問了 陳時中不斷的放空氣 要進來 拿人民的生命 當做一個籌碼 要政治立本日益 要抱日本大腿 我先講清楚 絕對不可以 我們透過人民的力量展現 而且我們也透過人民的力量 把生號電台關掉 這兩個事情絕對做到 好 賴委員 食品的貿易啊 一定都是以安全為最高標準 我們的外銷是這個樣子 那是我們的責任 進口也是一樣 安全的唯一的標準 民檢出 不要跟我講國家標準 那個陳時中講國家標準 那個陳時中講國家標準 國際標準 國際標準 陳時中講國家標準 就是天人 陳時中講國家標準 大會主席 我們的立法院蘇院長 還有在座列席官員 我想請我們行政院大院長 請大院長 柾斌 朝劉和平行政院長 好,院長,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人體空氣清淨機 我們台灣有2300萬部人體空氣清淨機 我想影片中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空氣濾鏡的濾網,它是可以拆卸的 可以拿下來,然後就把它裡面的灰塵 可以把它除掉 但是我們每天一個人大概呼吸量 一天要呼吸一萬八千公升以上 像我們人體所吸進去的這些粉塵 附著在我們肺部裡面 那依照,院長你是醫師 所以說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像這樣的情況 要多長的時間我們才可以把它代謝掉 才可以從我們人體裡面把這些毒物,有毒物給排泄掉 所以我們要看這個組成的成分到底是什麼 會有不同的時間 那當然有一些是可以代謝 那有些是沒有辦法 有一些是不能代謝的 所以講到重點 所以完全是要看吸進去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講到重點 現在懸浮為例 現在是一致公認的 是有毒物,就是致癌物 那包括PM2.5、PM10 那我們現在也都大家 全國所有的人民都一致的要求政府要改善空污 那但是我們現在最近更被人家來 更多人在討論就是 比PM2.5更小的超細懸浮為例 PM1、PM1 那這個東西它是 只要是燃燒 它就會產生 就會從煙沖產生 那它涵蓋更多的重金屬有毒物 它可以直接從我們的 侵入到我們的血液 甚至於可以到這個孕婦的胚胎 到胚胎去影響胎兒的發展 所以這麼嚴重的一個有毒物 那我們政府環保署署長在這邊 那我想請教說 針對PM2.5 我們知道說要降低燃煤 來改善PM2.5的產生 但是PM1 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 政府提出什麼樣的看法 說法 甚至於說 我們的環保署的委託研究 到現在還沒有出爐 那委託研究沒有出爐 是不是就告訴我們 政府是沒有對策的 是不是這樣子 跟原委員報告 就是PM1、PM2.5、PM10 它只是指那個顆粒的大小 它對身體的危害的程度 完全是看這個例子 它攜帶的是什麼樣的有毒物質 來做決定 那第二個呢 行政院非常重視 因為是攸關國人的健康 所以呢 行政院大概採三個重要步驟 來進行空屋的防治 一個就是修法 那現在也已經把法律送到貴院來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我們也編列預算 同時呢 我們也提出行動方案 我特別要跟原委員報告的是 因為火力發電 它大概佔整個污染源的大概 3到4%左右而已 其他更多的是移動污染源 就車子、車輛這些 另外呢 就固定污染源 特別是包括工廠 或者是營建的時候的那一些洋城 另外一個就是餐廳 那這部分呢 政府都有編列預算 用行動方案 持續去執行 尋求跟地方合作 其實政府是有很用心 那環保署最後一計畫 環保署呢 特別制定了四年內 鴻害減半的計畫 我們有信心達到這個目標 我想喔 院長你說有信心 那署長也信誓旦旦的 也有對國人有提出承諾 那我們剛剛提到 院長你提到說 電廠就是說 所謂的燃煤只佔 這個全部污染的4% 這是不對的啦 因為你燃煤的部分 就是在固定污染源裡面 包含 包含 就是在整體的固定污染源裡面 那所謂的移動污染源 包括汽機車 包括這些 包括像你們最常講的境外污染源 境外污染源 那我現在搞不清楚 搞不懂的 國人也搞不懂的 為什麼東北季風的時候 所謂的境外污染源 會飄散到台灣來 但是問題是 你認為會飄散到台灣來的國家 它的空氣品質相對是比我們好的 這是第一個疑點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 我手上這個板子 是連續三年 我們的購美預算 購美量從2800萬噸 2900多到3000萬噸 所以從這裡看 我們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說 燃美的比例是不會下降的 目前啦 目前是沒有下降的 OK 那現在 我們呢 核二廠二號機 OK 兩年前 第一次 這個兩年前的時候 發生了一次的跳機 對不對 那27號 27號 進行了 28號 28號的時候 也一天的時間 再度的跳機 現在核二廠 它的備載容量 98.5萬千瓦 本來是照你們的計畫 要在我們的所有的全國的電力網裡面 它佔有一定相當重要的比例 但是 我們看到這樣 那我知道 我們這個原廠的技師 昨天分批到台灣來了 他要進去調查 然後要 我們的原人會也要進去調查 但是調查的期程是多久 時間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這個研究報告 這是第一點 那我可以質疑說 是不是今年的夏天 核二廠二號機 來不及加入發電的行列 我看 確定是來不及的 來不及加入了 那來不及加入 這麼一個大的缺口 我想要請教院長 你要用什麼方法 來補足這個缺口 核廠二號機 跳機 那接下來 我們今天的新聞 也名這裡 核三廠 一號機 下週 核三廠的一號機 下週要進行稅修 下週要進行稅修 接二連三 接二連三發生這種狀況 那是不是意味著就是 我們說火力發電 火力發電 一定要捲土重來 火力全開 不然你沒有別的辦法了 還是說院長你可以告訴我 你還有什麼替代方案 好 感謝研委員 台灣在特定的季節 污染源有三分之一來自中國大陸 這是事實 那第二個呢 我們對核二廠二號機的後續的程序 就是秉持三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安全第一 那第二個呢 由專業決定 那第三個呢 一定要根據標準作業流程來進行 我們不會要求經濟部 為了要電力的這個需求去犧牲安全 所以研委員指教的 什麼時候可以再度再轉 這個沒有時間表 但是呢 我們會按照 我剛剛講的這三個標準的要求 這三個標準 然後去進行載轉的這個程序 好 院長 如果說要說安全 一部35年的老汽車 跟一部全新的汽車 哪一部安全 就算這35年的老車它保養得宜 它有可能因為基建老化 因為這個可能就是操作 金屬疲憊或者種種的問題 它會容易發生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說你願意 你就是寧願把核二廠二號機再起 你也不願意去啟動核四 既然我們的電力缺口那麼大 為什麼一樣是核電 難道說核二廠是乾淨的核子 那核四廠就是骯髒的核電 是這樣子嗎 跟研委員說明 過去台灣社會 從永和反核論戰了幾十年 一直到立法院電月法三讀通過之後 已經確定了2025年是非核家園這樣的目標 在這樣的目標之下 核四是不宜再去讓它商轉 這個也是當初立法院的共識 第二個就是說核二廠二號機 我剛剛已經有跟你報告 報告過了 為秉持那三個原則來進行後續的程序 不過因為它還在使用的年限範圍內 不管是新的舊的 當它再轉就是運轉發電的時候 一定都要符合安全的原則 那我們才會讓它來進行 那核一核二核三 它的法定連線是到2023年 快到了還有五年的時間嗎 那五核一廠是到今年年底 OK 對 對 那你現在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的綠能還趕不上來 綠能可以 你的再生能源也還趕不上來 可以趕得上 2025年絕對可以趕得上 我簡單講一個數字 您就清楚 我們目前 大概火力發電是佔百分之八十 那這個比例是沒有改變 在2025的時候 火力發電這個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是沒有改變 那改變的是什麼呢 現在百分之十五的核能發電 是由我們的太陽能發電 或是風力發電 等再生能源發電來供應 那目前太陽能發電 我們目標是 二十個GIGAW 十七個GIGAW是地面型 三個GIGAW是屋頂型 那十七個GIGAW的地面型的虛地面積 大概兩萬五千公頃 我們已經盤點出來了 目前台灣電力公司跟 這個擁有地的這個機關 正在對 潰陷 那我們會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公佈 那第二個的屋頂型三個GIGA 目前進行的是進度超前 那另外一個就是風力發電 我們本來是預計要發三個GIGAW 但是歐洲跟美國 還有亞洲的這個風力發電的開發商 很踴躍來投資 所以林全林院長時代 就已經決定要到六點五個GIGAW 現在呢 我們的環評啊 已經通過十個GIGAW左右的風力發電 所以我們有信心 不管是風力發電或太陽能發電 都有辦法如期在2025年完成我們既定的目標 好 提到環評 我在這邊我看到了我們一個最不稱職的環保署 署長你也在這裡啦 那為什麼升到電廠的一個環評案 環保署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 為人民把關 為環境把關的一個重要的衙門部門 在這樣子的一個環保署的一個環境影響 一個環境的一個投票當中 你竟然投了贊成票 不是你投的啦 是你們的代表 副署長投的 那你這樣子怎麼對人民交代 你變成了 我跟你說 水跟電是經濟部的責任 也是經濟部的問題 對不對 你的職責 你的業務 是要為人民的健康環境來做把關 而不是作為經濟部的下屬機關 所以你是全力的配合經濟部 你變成他的附屬的 你變成他的下屬的嘛 藍委員 你知道我們身上台中電廠 你也知道現場 我住上軍 在座沒有人理我 我意思說 所以電廠的汙染的房子 我們絕對一行一行照時間來做 升到電廠 它是經濟部拿出來 我們對環保署被動受理的時候 就是環差 環差是說 它現在改變的 是不是比原來比較好 所以它的彈氧化物是從50ppm降到15 硫氧化物也對50降到15 那旋復的你 剛才你有關心旋復的你 它對25降到100 但是就他們環差的法律制度 你有比較好嗎 環境差異的分析 所以護士庁是照這個做 組長 我的時間很少 所以說你有很多的資料 可以輔助你的說法 但是我跟你說 現在是重點不是你拿出來的資料怎麼樣 現在是人民的感受問題 人民的感受問題 對於現在全國各地 不管是北 中 南 到處都是一樣 都是空氣瀰漫著一種有毒物 大家對著今天我們呼吸的空氣 是不是能夠感覺到放心跟安心 像你剛剛講到中火 我離最近了 我每天眼睛一打開就是中火 就是中火 你對他變得很熟 因為夫人在附近的客大任教 對 所以 像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要問的是說 你環保署 那你兩個嚴格把關 你為什麼環保署 會在這樣子的一個環評會議當中 投下來賺成票 因為他就是環境法律的環評 環境影響評估的法律的機制 你也知道我們政府處長 他對我們很熟 他也有一個對社會運動 對社會的環境很關心 他是一個為環境把關的人權律師 但是現在 到了我們署裡面擔任高官之後 現在變成說 他自己也認為 他在媒體上面也表示說 是不是真的需要為了一個 這個深奧電廠 只能夠在所謂的被載容量上面 增加0.1被載容量的一個深奧電廠 要花一千億七八年的時間去蓋這個電廠 他自己也非常的質疑 但是他還是投了贊成票 這部分我跟你講沒有時間 因為他沒有一件五件 北部也不能差6% 這個部也不能說明出來 我接著問 因為剩下不多 那個議長 我們現在 我們實藥 我們發表說 要這個 食藥署 原理要放寬二氧化瘤的標準 要放寬二氧化瘤的標準 要進一步的讓二氧化瘤成為食品添加物 我們在上生活在吃的 就有很多 這個危險的瘤瘤 有毒的這個物質在當中 所以 我們必須要很謹慎的去挑選我們的食物 我告訴你 我們 一定在過去 當年市場 當年入圍的時候 我們一定都在外面走 對不對 四處跑 常常都是 我突然跑完才吃點心 餐廳 我早就吃一碗 刷子 滑餅 待會兒吃一碗 牛魚羹 在吃的當下 就很多的客人就直接問老闆說 老闆你們這有 有很多 包括那種 青春的 現在又 年齡都要放官 這個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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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情況 到底是要 再到 他是 好 這樣子啦 好 謝謝演員委員 謝謝賴院長 邱委員太元 陳委員蔓立之質詢均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並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下一位我們請黃委員秀芳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請院長 請來院長 黃委員妳好 院長好 院長 我想請教我們在去年開始 我們14歲以下的人口已經比65歲以上的人口還要少了 從2000年一直到去年為止 我們整個總生育率其實都一直在下降當中 2017年的新生兒已經破20萬 剩19萬多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衛福部這邊有成立一個少子化辦公室 那我一直認為就是說 少子化這個問題是整個行政院要來負責 而不是只有一個單單衛福部能夠負責的 所以我今天就針對整個少子化 可能整個社會當中 尤其是年輕人會碰到的一些問題 我來就叫我們的院長 那希望說能夠透過今天這樣的一個總質詢 那能夠有一個跨部會的一個整合 讓我們的這個少子化的這個問題 能夠在這個 能夠盡快來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有一個好的政策來解決 那院長我想請教 就是說以目前為止 其實很多年輕人低薪的這個問題 跟少子化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那年輕人這個 剛出社會很多只有領22K 那我想給這個院長看一個圖表 就是說這個年輕人22K 他扣掉還要房租 要房租 然後還要水電費 還要勞健保 還有每月的交通費 後一空他每一個禮拜 他可以用的差不多2300塊左右 那每天大約是337塊 含吃飯 那這樣怎麼生小孩 怎麼養小孩 院長 是 這個 這也是為什麼行政院 我們有一個人口政策的專案會議 這由我親自主持 那也是跨部會參加 就是黃委員要求的 不應該只留給衛福部自己來負責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解決 夫婦的負擔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討論 建立一個友善的 育兒的這個環境 從0到2歲 或者是2到5歲之間 那甚至最近也有 也有教育界跟社會在建議 那我們的義務交易 要不要往下到5歲 這個都是我們 我們共同討論的這個範圍 我們大概一個月內 就可以把政策提出來 然後跟社會進行對話 然後如果大家社會有共識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 我希望說我們是刺激生育率 當然是補助這個生育 補助生育或者是養育 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 可是刺激生育其實是更重要的 如果沒有生的話 你要怎麼去補助 所以我希望說這個院長可以針對這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年輕人低薪的這個問題 再來就是我們目前這個托育政策 其實很多公托 很多婦女朋友她會不想生或不敢生 其實有一個就是我們的這個 托育的這個環境不是那麼好 或是托育的這個負擔很重 所以我之前也聽到這個院長有提到 就是說0到2歲的這個部分 你們可能會有這個津貼的補助 是不是 是有在朝這個方向討論 但目前還沒有定案 0到2歲2到5歲 好 那院長就是針對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大家更關心的是一個 好的一個托育環境 如果有一個好的托育環境的話 其實讓這些年輕的新手爸爸媽媽 能夠不用擔心小朋友 那能夠讓他們能夠無後顧之憂 能夠安心的在職場工作 那剛剛有特別提到就是說低薪的這個問題 那年輕爸爸媽媽兩位 要這樣子同時的工作 然後賺的越多 繳的稅也越多 所以負擔的越大 所以我希望說針對這個少子化的這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低薪的問題 其實跟少子化是息息相關 第二個就是說這個托育的這個環境 我希望這個行政院這邊能夠 在近期內能夠讓我們的這個整個 托育的環境能夠更好 是 我跟黃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除了建置一個友善的育兒環境以外 其實我們也感謝立法院 包括黃委員在內 通過了所得稅法的修正案 所以未來從明年開始 這個雙心的家庭 兩個孩子五歲以下 他一年家庭總收入123萬以內 都還可以不必課稅 這個就是要減輕他們的負擔 所以行政院在推動 這個解決少子化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有提出各樣各種的這個方案出來 那我們希望能夠發揮效果 預計在2030年的時候 這個生育力可以達到1.4 那全台灣有22個縣市 其實很多各縣市 每個人規定的這個 請領的這個生育獎勵津貼 或者是育兒津貼的這個資格都不一樣 然後發放的這個津貼也都不同 不盡相同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要求就是說 針對各縣市所發放的這個 生育獎勵或者是育兒津貼的這個部分 是由中央這邊來統籌 來規定 或者是說直接由中央這邊來補助也可以 因為其實各縣市他們現在目前幾乎都有 這個生育的獎勵或者是育兒津貼 那第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由中央這邊直接來補助 第二或者是由中央來統籌 來各縣市補助都一致 因為我發現一個 就是說我們看到各縣市的這個生育率 其實有可能是隨著這個生育補助的津貼的多寡 它的那個這個總生育率是會有微幅的上漲 那其實我們全台灣的總生育率其實是沒有上升的 它可能是把戶籍直接簽到那個縣市去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行政院這一邊 或者是未來有一個跨部會的一個小組 可以將我們的全國的這個各縣市的生育津貼補助 還有生育獎勵津貼這個部分 可以全國有一個統一一致的一個標準 是 感謝黃委員 這個目前的確各縣市有不同的補助方法 那行政院在推動這項政策的時候 會考量未來跟地方政府進和的問題 能夠即止三日非之下市 它的財政狀況比較不好的縣市 那同樣可以得利於政府的政策而受惠 所以未來可以 我們會做一個討論 好 那我希望說可以 各縣市的這個標準能夠一致 要不然其實很多縣市 這個可能我今天如果我戶籍在彰化的話 彰化是可能這個生育 這個津貼是全台灣最好的 一臺補助三萬塊 那這樣我可能就會把戶籍 可能我的親戚的戶籍可能會來 跑來彰化這邊 那當然這個是我們也是樂意 可是問題就是說 其實它的總生育率其實是沒有變的 那也不需要造成我們這些 新手爸爸媽媽的一些困擾 所以如果有一個統一的一個標準的話 或者是全台灣的這個補助是一致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對這些 這個年輕人其實是好的 所以我跟黃委員報告 就是中央在制定政策採一致性的標準 這是必然的 但是結果會不會造成各縣市都一樣 這不一定 我們必須要去解決 各縣市會不會再加碼的問題 所以這個我們都會把它納入考慮 怎麼樣跟地方政府來溝通 來協調 避免有加碼的這個事情 當然加碼那個也不錯 不是 那這樣的話 等於是沒有解決問題 沒有解決你剛剛講的問題 就是一致性的問題 假設 你說把整個脫育環境 如果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我覺得那個 可能是最主要的一個目標 那這個地方的這種社會福利措施 常常是在競選的時候 候選人所提出來的政見 有它這個民主選舉的必然 所以我們也正在討論說 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是 避免就是說 彼此之間還是造成這個區域的不平衡 對 那我們也希望 地方政府 能夠用更多的經費去做建設費用 資本門 社會福利還是要有一定的界限跟標準 院長 我剛剛有提到要刺激生育 其中一部分還有地心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這幾年當中 我們看到整個物價的上漲 物價的漲幅是薪資漲幅的16倍 在這幾年當中 差不多將近20年當中 我們發現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這一些收入其實是不夠用的 收入是不夠用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青年低薪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希望說行政院這邊也要特別來掙視 我跟黃委員報告 如果說談最近16年 台灣的明目薪資是有調升的 可是如果扣掉物價的指數 他的實質心思是跟16年前的確是差不多 所以你這個數字可能 可能還要再進一步的了解 好 所以就是說青年低薪的這個問題 我相信院長你也認同 現在目前年輕人低薪的這個問題 對 青年低薪是這樣的 就是說行政院已經組成一個小組在研究 那總統也宣示 政府應該去解決低薪的問題 那就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未來政府一定會鼓勵 這個投資台灣 我們藉由解決武缺的問題 然後鬆綁法令 然後也稅制合理化 等等作為 讓企業可以投資台灣 那當投資的機會增加 工作機會增加 那你人力的這個需求會增加 那當然自然而然 薪資就可以調漲 這是其中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 勞動部目前正在討論的 這個最低工資法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項目 那當然對年輕人 我們日前也已經公佈了 包括修訂法律 還有編預算 也有行動方案 就是建立一個友善的 新創的環境 讓年輕人可以發揮他們的長財 那院長 目前在這個 我們這個社會當中 其實存在就是說 一高二低三部 一高就是高學歷 二低就是工作成就低 薪資滿意度低 三部就是不買房 不結婚不生小孩 所以我剛剛講的 這個低薪的問題 其實會影響到這個少子化 那剛剛也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租房子 他買不起房子 他可能就用租的 那以目前我們的 這個社會住宅的這個部分 是市價的 可能就是市價的那個租金的 差不多八五折 我覺得如果你既然 就是社會住宅的話 其實我覺得那個 那個租金應該是還要再低一點 讓年輕人他不用因為這個租金的這個壓力 造成他可能就是很多問題 剛剛說不結婚不生小孩 所以社會住宅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 社會住宅租金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行政院這邊 可以再做一個檢討 是 現在總統宣示 八年內要蓋二十萬戶社會住宅 那這部分目前進度還算順利 那這個也是要解決 剛剛黃委員關心的 年輕人如果他因為收入不高 那他不願意買房子 沒有房子 那就沒有辦法成家 成家立業等等 那所以呢 社會住宅就是要解決 年輕人住的問題 讓他有機會願意結婚 然後願意生小孩 那的確是有一連串的政策在推動 是 好 那再來就是婦女的這個勞產率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託育政策做得好的話 婦女這個生育完之後 再投入職場的這個機會就高 那如果說整個託育環境做得不好 其實他會擔心 他就自己可能就是 不投入職場然後留下來照顧小孩嘛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25歲到44歲的婦女的這個勞產率 是差不多76% 那有6歲以下 子女的婦女勞產率是62啦 所以這個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有生育 這個有小孩的 有小小孩的這個婦女 他可能自己會留在家裡面照顧小孩 那如果今天你把這個 整個託育環境能夠做好的話 其實他再回到職場的這個機會就大 所以我是可以再度的 請我們的這個行政院這邊 就是說 針對婦女在就業 在投入職場的這個友善環境的部分 能夠在近期內能夠再多用心一點 讓這些婦女 職業婦女她願意 然後也很樂意 然後投入職場 因為其實我有碰到很多的這個新手媽媽 她就是說小孩她也 就是看到電視這樣播 可能就是保母 可能不是那麼用心 或者是整個環境不是那麼好 所以她就擔心她就自己留在家裡面 自己照顧小孩 那小孩大了之後她要再投入職場 其實都有她的困難 所以我希望說如果說可以把這個托育整個環境做好的話 讓年輕的這個婦女能夠很快樂 然後也很安心的來投入職場 所以這個都是一連串的 剛剛有講就是說整個托育環境 然後低薪的問題 這個都是我們現在可能就是行政院這邊 跨部會要去做的 我跟黃遠報告 大概婦女勞動參與率有兩個時間點 讓她降下來 一個是結婚生子之後 一個是要照顧媽媽爸爸 好 謝謝黃委員 謝謝賴院長 謝謝賴院長 最後一位我們請王前院長 精品質詢巡詢巡詐時間為三十分鐘 謝謝賴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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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謝謝賴院長 政治是眾人的事情 人民是違政的核心 得民心者才尊正能夠得天下 所以秦師志曉 又引文子夏德篇写道 所谓得天下者 非为其屡侍卫 称尊号位 言其运天下心 得天下利也 有南面之名 无一人之欲 处思天下也 翻成白话就是 即使取得再大的名位 拥有再大的权势 称王称帝 外德民心也是妄然 寻子王志篇也说 君者周也 素人者水也 水则在周 水则富周 君子者欲安 则莫若 平正爱民一 也就是上师所载 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 天是自我民事 天听自我民听 以人民是政治的主体 人民期待于 执政者 有时只是很卑微地 为生活 求生存 能获得保障而已 以为生活 求生存为基础 进而保民 养民 教民 安民 更进而众民 贵民 爱民 人民 总括就是上师所载 民为邦本 本故邦宁 就是孟子进心篇 民为贵 社稷赤资 君为青的民本思想 这些都是中华文化 掌控国家机器 掌有国家资源 是为 确保人民 有生活 免以匮乏 生存 免以恐惧的自由 三 巩固社会团结 人民 乐意为社会 奉献 一己之力 回顾民进党 政府 近两年来 朝委 更对立 社会 更分裂 政治 更纷争 政局 更不稳 执政党 为政绩 辩解之于 是否有太多 源于完全执政的权力 阿曼 断断 独行 是法理 与社会 是非 对错 主流价值 与不顾 而为所欲为的结果 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天下人之天下 良药苦口 利与病 忠言逆耳 利与行 作为立法院老兵的金平 以某国之城 向行政院提出咨询 2000年 总统大选 在要向上提升 或向下存在的选择中 台湾人民 选择民进党的 纯水扁先生 当选总统 2008年 人民对民进党执政 一度失望 选择了国民党的 马英九先生 当选总统 2016年 人民又对国民党执政 极度不满 选择了民进党的 蔡英文女士 当选总统 2000年到2008年 从总统任内 更替了六任的行政院长 2008年到2016年间 马总统也更换了六任的行政院院长 都无法挽回人民对国民两党执政的信心 2016年 蔡总统就任 已近两年 也更换了两任的行政院长 18年来 更换十四人次 平均任期 约为一年三个月 显示台湾的政局不稳定 政治不安定 所以自1996年 公民主选总统以来 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三位总统 都在卸润后 被起诉 面对官司诉讼 这是个然的偶然呢 个案的偶然呢 或者是体制造成的必然呢 面对行政院长不断地更替 卸润总统的司法禅师 以金平参政四十年的体会 大胆的推论 或许有个案 个别差异下的巧合 但也不能排除 可能是当前 宪政体制下的必然 金平当然知道 宪政体制 没有最好的 只有最适合的 毕竟只有自己的脚才知道 什么鞋子 才能穿得失事 走得平稳长久 为了台湾的长述久安 顺利发展 我们能否在不劳俗动众 不修宪的前提下 有机会确立究竟是 走向以总统为核心的 双所长制 或者是以行政院长 为核心的内阁制 该是台湾必须面对 检讨 做出选择的时刻的 金平清楚 这是会引起 争辩的议题 除了华理争辩以外 唯有实事求是 勇于辩对问题 不受限制 既有的思维 解放思想 归零思考 才有解决的可能 获选人 喜欢以改变为主题 挑战现状 赢得选举 为了赢得明天 台湾也更应该 认真面对挑战 思考改变 因平必须很成本的指示 再多再经的算计 解决不了 宪政运作的困局 更解决不了 当前两岸的困局 唯有 请听到人民的心声 以民为本 以民为主 落实人民的议员 才有常住 久安的宪政体制 也才有和平 稳定的两岸关系 金平谁是 中国国民党党员 却不受限于立场 或意识形态 为人处事 以公道秩序 不同立场 不同族群 各个阶层 都有金平的朋友 愿意与金平 相互坦诚沟通意见 一年来 金平强烈的感受到 多数人对台湾 下一步怎么走 既忧虑又彷徨 台湾应该往何处去呢 金平认为 只要不受制于 偶执的意识形态 不局限于既有的框架 不要简化为 后统后读的选择题 以全球情势 两岸实力 实事求是 面对真相为基础 不受限于既有的思维 解放思想 思考各种可能 我们才有机会 以最低的代价 最可行的方案 确保台湾人民 最大的利益 遗憾的事 先放下 追求独立的朋友 很焦虑 认为 再不赌一把 冲一下 未来独立的机会不大 期待统一的朋友 也很忧心 若是放下 独立的言行 持续渲染之下 台湾前途难测 双方已因极度的 焦虑忧心 所以逐渐呈现 脱续的言行 社会正在 加顺对立 除续割裂当中 不受统图局限的 多数人 面对两岸差距 继续扩大 大陆对台湾的压力 和吸力 也除续增加 忧心台湾的优势不在 如今 两岸能对抗 更是两岸 和平稳定的变数 更加顺 台湾人民的优劣 根据媒体民调显示 不满意蔡总统 处理两岸关系表现的人 由2016年的4成8 一年后 增长为5成6 今年元月底 台湾民立基金会 民调显示 人民对蔡总统的 两岸政策 由2016年8月 51%的满力度 39.7%的不满力度 到今年元月份就逆转 满力度变成是30.8% 不满力度是59.6% 两年不到 满力度跌了20.6% 不满力度提高了30个% 民进党政府必须要面对 高达60个%民众不满意的一个现实 同一份 媒体的民调又显示 40%的人愿意赴大陆就业 百分之38的人愿意让孩子去大陆练诗 是8年来的新高 而且比例正在上升当中 政治上人民感受到来自 大陆日益增强的压力 政府似乎无力回应 生活上面对个人的生涯规划 各阶层 不论父母年轻人 企业家中产阶级等等 相当多的人感受到 大陆强大的拉力 正面临选择的焦虑 金平以为两岸硬碰硬的冲突 既会必要的选择 也非必然的发展 只有尊臣面对现实 实事求是才有解困的方案 否则再多的口号声明 对人民而言都因不切实际而无感 能感甚至于反感 所以金平当然清楚 统独 南绿 世代 族群纠葛纷争下的台湾 难有一锤定音 大家都满意的两岸政策 但金平与台湾各阶层广泛交换意见 那都是人论为两岸一家亲 有可能是当前两岸关系下 较可被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两岸一家亲的主张 遭受民进党基本支持者的反弹 但2018年2月底 台湾民理基金会的民调却显示 虽然有33.4%的人不赞成 但有51.7%超过半数的民众去赞成 而且取得跨年龄层 跨省级的多数支持 其中获得35到60岁之间 中赚年龄层绝大多数的赞同 上一次总之群金平的指示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文子 以大陆之间有相同的血缘 言语宗教文化 咒诊要顺踪追眼 我们不会因为政治原因 而不论主归宗 论主归宗让我们减少彼此间的歧义 放大彼此间的同 缩小相互的义 冲突对立自然会大大的降低 有利于朝野的和谐 社会的团结 血缘论宗是两岸的期待 中华文化是两岸交流融合的桥梁 若不局限于党派之间 两岸一家亲的主张 与金平论宗爱台 汉文台破的理念 似乎可打破当前两岸困局 找到可发展的方向 可实践的道路 3月16日大陆两会闭幕之后 大陆官方的刊登 即可发布对台的政策方向 从根本上说 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是大陆发展进步 台湾问题的解决 是两岸综合实力较量的过程 根本上取决于大陆自身 发展进步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 大陆已经充分迅速到 两岸综合实力的较量 才是解决两岸关系的核心 让台湾同胞享有国民待遇 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 对台两域政策 必然随着大陆国力的发展 加大力度 对台两域的政策 势必逐渐取代文攻武后 今后两岸将进入 相互吸拉推的一个赛局 北京当局也势必会 以崭新的战略攻势 展开更灵活的战术手段 争取台湾民心 面对新的两岸赛局 我们做好因应的对策了吗 过往面对大陆对台的主张或建议 主政当局最自私的反应 就是拒绝 今后是否应重新思考 是拒绝外的因应对策呢 过往面对大陆的对台政策 除了否定 漠视 反击之外 今后是否应该更顺重 更面对现实 更智慧地回应 眼见 今年3月14日民调显示 18到29岁年轻人 是对31条政策 最积极回应的年龄层 61.6%的受访者 会增加考虑到大陆发展的意愿 生存与生活就是人民最大的目的 当大陆以对台新思为 提出废台或对台31项政策的时候 相对于我们的八大强台政策 两岸相互间的吸拉推的结果 我们还能留住多少经营呢 反抗对抗的冷藏思维 显然已经来里引领新的变局了 台湾社会与立场不同 相互仇视分类对立 这是台湾的灾难 任何人 尤其有权力的从政者 有阴量的花言者 都有责任 不能论其发酵 当政者 更应主动 有所作为 消弭正在严重分类社会的言行 一个分类的社会 除人民受害以外 也必然不利于执政者的政绩 消弭或至少减少人民的对立分类 使执政者的义务更是责任 而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也被评为东亚最幸福的国家 假如没有这些纷扰对立 金平相信 不但在亚洲 在世界都可名列前茅 台湾曾拥有可向世人 向对岸自豪的民主多元 包容共存的价值 曾几何时 互扑的尤其 互割的同向 撕裂了台湾 更让台湾失色顺多 本这一来 金平历次对行政院的质询 总是苦口薄心的呼吁 难立恶斗不中止 大楼神仙 下凡也救不了台湾 上次族群更呼吁 朝委不和谐 这会不团结 两岸就难和平 遗憾 言者尊尊 听者渺渺 恶斗更延续 更激烈 难立更分裂 更对峙 而且已由政治的领域 蔓延到了社会的层面 例如党产条例 以促转条例 金平请苦劝民进党 事先要多沟通 示范责源 事后才好施行 民进党 加持完全执政的绝对优势 不理会有危险之余的建言 强制通过 金平也服役大法官 应扛起责任 在宪政体制内 依法来裁决 以安照动的社会 很疑问 大法官会议 至今仍然至相关事先案 与一旁 冷冻不处理 各会期又过去了 社会对立更为激烈 最后 大家都是输家 没有赢家 台湾不只在两岸议题 有南辕北侧的对立 对历史解读 国族论同 发展方向 社会的基本价值 甚至公共政策 数次都呈现严重的分类 分歧 已经不只是蓝绿党派的分歧 即使各党派内部 蓝绿各自支持的群体中 也一再出现分歧 对立 排除 冲突等 大家 本是同根生 都是拿中华民国孙认证的 中华民国的国民 都是生活 生存在台湾 真实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却因为论同 信仰 支持立场 而相互处施 相互攻击 今天你断他的头 明天我断你的头 今天你拨期 明天我也拨期 再不互相自治约束 分歧就会加大 仇吻也会更加深 当从同项的头断到人头 从红漆变成红血 受害的仍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立场不同的人 如果是就事论事的辩论 重因观点有所不同 还有讲到论理的空间 令人忧心的是 如网络上不同立场的拥护者 却常以极尽丑化恶劣的语言 来相互攻击 互贴标签 如称主张同意者是知纳见序 称主张台独者是乌奴 既是见序又是乌奴 彼此去之而后快 有何不可 人民之间真的有那么大的仇恶吗 红死之后博 是以一二人心之首相 当权者当为首当为 不应在放润仇分 对立的言行 继续扩散 渲染害台湾 思想一个严重分歧 对立分裂的台湾 一个相对大陆成长较缓慢的台湾 面对十九大政学人大二会结束 政局安排妥当之后的大陆 展现上下一致的意志 两相对比 团结奋斗的台湾 与大陆近合都很辛苦了 何况是我们严重分裂 重分对立的台湾 人民当然焦虑担心 大陆认为08年以来 以九二共识为基础 所建过的两岸关系 已经因民进党执政而改变 今天金平 不以有无九二共识为题而论 试图以如何面对 处理九二共识为题 拟提以下一件 供大家来思考 2015年11月7日 马英九总统与习近平主席 以两岸领导人 非两岸负责人的孙论 举行新加坡的会谈 将九二共识 定调式维持两岸关系发展的政策 以政府政策延续原则 民进党政府 当然可毫无悬念地延续九二共识 以此继续作为两岸政策的基础 当然 既以政党轮替 新的执政德 有权可改变前朝的政策 但是分析 蔡总统520就职演说 民进党政府 既未完全火定九二共识 却也不愿公开接受九二共识 蔡总统说 两岸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我们也将努力维持现有的机制 1992年两岸两会 秉除相互谅解 求同存立的政治思维 进行沟通学商 达成若干的共同论知与谅解 我尊重这个历史事实 九二年之后 二十多年来 双方交流 学商所累积形成的现状与成果 两岸都应该共同遵习与维护 并在这个既有的事实与政治的基础上 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稳定发展 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及其他相关法律 处理两岸事务 两岸的两个执政党 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 展开良性对话 造福两岸人民 中华民国宪法 现实上目前仅有效 统治台澎金马 华理上 有前则涵盖 中国大陆就是俗称的一宗宪法 民进党内 如谢长廷等人也曾如此主张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则明白定位两岸之间 非国与国的关系 蔡政府也愿承受 两岸与学商签署的各项学议 而学议签署的前提 就是以九二共识为基础 蔡总统公开宣誓的两岸声明 谁不言明九二共识 但九二共识却隐然存在其中 谁不言明一中 一中也隐然存在其中 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 同样也隐然其间 难怪蔡总统任内 之前能认两岸工作的重要成员 曾说 李九二共识只是一步之遥 言下之意是尊力隐含其间 呼之欲出 与其优报枇杷半正面 欲以还修 不如讲明了 大家不就好办事 问题获得解决 困境也就突破了 只是求是 面对问题解放思想 解决问题 既然蔡总统把话都说到 混上来了 是要在迈前一小步 成就两岸往前发展的一大步 还是在现状下 功亏一篑的遗憾 都在当政者的疑恋之间 金平也孙知 蔡总统面对民进党 基本主持者的顾虑 但看大陆文革之后的情势 党垮了 政垮了 经济垮了 社会垮了 民心的垮了 邓小平要推动改革 谈何容易呢 文化大革命下的教条主义 绑住中共全党的上下 邓小平以为 改革要成功 那以秉持实践 是检验尊女的唯一标准 用黑猫 白猫会抓老死的 就是好猫的实践主义 他是实事求是 面对挑战 解放思想 打破教条主义的紧箍咒 能救今天的中国大陆 民国六十年代起 台湾内部 要求政治参与的民主浪潮 声势高涨 最不可当 对外要面对改革开放 逐渐强大的大陆 逐渐流失的国际空间 金国先生 实事求是 是面对挑战 解放思想 开放大陆探亲 汇除战言 解除党禁 报警 当时国共两党领导人 背负所谓 孙子牌的压力 绝不抵 今天民进党 面对基本主持者的压力 因为 仰邓两位领导人的赶紧突破 大陆才有今天的成就 台湾更有平和 远近的民主 2000年 民进党也才能顺利 取得执政 平静 政党轮替 民进党政府 若能实事求是 面对困局 解放思想 大胆的迈出 也必可创造 属于民进党 备受困定的 隶属地位 这两天 全球都注意到 北韩面对 剑拔怒章的情势 金正恩 他还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解决问题 以平昌冬季奥运 打开僵局为起点 到亲往北京 进行习近会 逆转情势 开启了和平对谈的曙光 金正恩 从核武事报 到宣誓朝鲜半岛 朝向无核化的转变 一年之间 放下我职 一切僵局可解 两岸的僵局 金平也相信 只要心诚为民 以民为本 一切的我职 也可以在疑恶之间 划僵局为何局 各位委员同仑 到过我办公室 都会看到 在墙上挂着两幅字 一幅是我 谁来勉务自己 宋主张载的 横渠四句 也就是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为往胜拒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另一幅 则是别人勉务我的 写的是 老子道德经 第三十五章前句 就是 石大厦 天下王 网而不害 安平泰 我把这两句话 送给院长 及各位各员 一起来共勉 谢谢大家 好 谢谢王陈院长 谢谢您 报院会 本会期 至三月二日起 对行政院院长 施政方针 及施政报告 进行质询 予以今日寻导完毕 谢谢赖院长 及各部会首长 列席 答询 在执询结束之前 再请赖院长 为我们收集计划 请 大位主席 苏院长 王前院长 立法院各位委员先进 贵院第九届第五会期 对本院的市政总职群 在今天已经圆满完成 谢谢苏院长 蔡副院长 以及各位委员先进 给予行政团队的指教 跟鼓励 本人仅代表行政团队 致上感谢之意 清德所率领的内阁 将秉持一贯 做实事的态度 持续推动各项政策 并且将具体回应 各位委员的指教 大家一起为台湾这块土地来努力 随着总咨询结束 贵院即将进行密集的法案审查 有关本院所提各项优先法案 包括107年度 中央总预算付出单位预算 都市更新条例 再生人员发展条例 空污法 矿业法 公司法 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 与发展账户条例 以及私立大专院校转型 及退场条例等等法案 敬请各位委员 大力支持优先审议 顺利通过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委员 对本院施政的宝贵意见 也感谢立法院所有工作同仁 及媒体朋友的辛劳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赖院长 现做以下决定 一 将各委员发言的记录 及书面的咨询 韩宋行政院 请就为答复的部分 欲移书面答复 二 已提出之书面咨询 尚未登载公报者 一律补刊 报告院会 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 四月三日星期二 上午九时 继续开会 进行讨论事项 现在休息 坚持录撫行立法院 一路上午九时 肯定是信念坚定的事项 是 teachings都被启架 众多数目的忧插 所以我们到了 岳南 positive 判断中性的事项 感谢观看